大家好 升旗得獨 今天是2024年2月26日 今天是星期一 繼續來到星期一 今天 是農曆年 甲晨年 的正月十七 下一個 是跟中華文化有關的日子 應該就是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 應該是打小人的日子 因為這個叫做經質 說小人 也很久沒有說過 當今如果被中國大陸 裏面的人 去打一個小人的話 真的要猜一下他們會打誰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揭露中國大陸 的商家開始 頂不順了 現在 明明是冒著很大的風險 可能是會被抄家 因為早前 也因為有商家巨頭 出來 說某個小人 說完之後當然是出事了 出事的那個就叫做馬雲 這一節我們要說其他 的中國商家 現在中國大陸跟香港也有點相似 香港已經有一大群商家說頂不順了 要出來投訴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如果立戀投訴的話 真的 是隨時被抄家收場 但是 來到今天 竟然他們 是繼續出來說的 其實是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說現在如果再不出聲 其實跟根本被抄家 是沒有分別 慶幸地 其實香港 還未去到這個地步 但是距離這一步 其實開始慢慢拉近 這一節我們要說的 是中國補教龍頭 新東方 這個不是香港的報章來的 是國內新東方的新東方集團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也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仍然是非常簡單 敬請每一位聽眾記得幫忙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記得幫忙 我們仍然 希望各位 付費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將會有Patreon獨家 的優先節目放在Patreon頻道 亦都請各位 記得訂閱VPN支持一下我們 順便保障個人上網安全 看看中國大陸發生甚麼事 中國大陸 在3年之前 2021年 推出這個 雙減政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當時中國大陸 在網上流傳著很多 公安 上門拘捕人封艇 你眨眼看 你以為公安 好像是蓋著黃色事業 破門入屋 然後把那些人按住在地上 把他們拘捕 當時拘捕的是甚麼人呢 當時拘捕的是 叫做 補習先生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 是做教書 補習先生 教英文 教其他科目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 好像 是做馬夫 開這個淫婦一樣 竟然會被公安 上門踢鬥 然後把你按在地上 當你是兇徒一樣 制服 我想 全世界 都很難想像這件事 你不是殺人放火 你不是 搶錢 你不是在做經紀 你不是在推銷劣質產品 你在教書 幫學生補習 竟然 好像給 中國政府 好像掃王一樣 掃 這件事真的是相當瘋狂的 但是 由於中國大陸消息封鎖 所以一直這件事好像叫做不了了之 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中國大陸基本上是瘋狂的 每一件事 全部插隻手下去管 結果中國大陸 這個叫做教育事業 補習業 徹底 在中國大陸的政策之下 徹底是崩潰的 大量補習社 徹底倒閉 然後需要大量裁充 為什麼中國大陸找不到工作 就是因為 明明有很多行業 是可以做下去的 但是 中國共產黨 忽然之間 他不是有什麼重大政策的 忽然之間 雷厲風行 說禁止就禁止 你也挺難想像的 以前 香港 教書 去補習 是很多學生 幫補自己學費 供應自己讀大學 的生計 教人讀書 這個 在傳統文化裏面 是沒有可能是錯的事 你更加 做人家的老師 為人師表 竟然在中國大陸 可以無端端禁止你 幫人補習 成立的 結果這個叫做教培業 包括培訓在內 說的是企業培訓 這間龍頭企業叫做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 結果 他的董事長也忍不住 要出聲 這一種在中國大陸 一句簡單的說話 隨時 會得罪這個 叫做聖上 這個新東方的董事長 叫做余文雄 他 近日公開呼籲 政府 要尊重市場 的法則 還有上色 改善 和企業之間的關係 這番言論 在 正常的社會 應該是平平無奇的 但是 在中國大陸 就是引起軒然大波 因為公然 頂撞 是中國共產黨 所以你說多恐怖 下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 你說甚麼都沒用的 你跟我說挖起 下一個社會不會因為 你有一個超級領導人在 都說要管 是會無端端可以挖起的 所以這番言論是被解讀為 對中國共產黨 尤其是習近平 的一種反抗的聲音 所以 中國大陸 的分析認為 說完這番言論 絕對 有機會 是報這個 叫做阿里巴巴 的創辦人 馬雲 的後塵 可能很多人都會問 到底馬雲做了甚麼 其實馬雲 嚴格來說 真的甚麼都沒有做 就是說過說話 得罪了習近平 即是 他 說說話不放習近平 在眼內 然後 有人把這個小報告 向星相報告 現在這個年代 是打小報告的年代 香港這種紅衛兵的風氣 已經正在爆發 所以我們說 香港現在的人心相當之壞 我們也 奉勸 所有的聽眾 還有支持者 要小心警惕 因為 根據我們所知 不論黃藍也好 現在是進入了一個 人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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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壞的年代 香港的黃絲也不用說了 其實 我們知道太多的例子 他們是不斷地 為求自保 他們是不斷地 更加有很多在2019年 自稱是黃絲的人 徹底 轉頭敵陣 徹底變成了藍絲大騎手 這些情況我們也不是第一次看到的 事實上社會運動 我們見證著每一次 發生大事件 例如 2014年的 佔中運動 當年 失敗了之後 有很多人 然後 轉頭敵陣 跟你說 以前後悔衝動了 其實我是藍絲來的 這種叫做失敗情緒 其實 數之於 歸咎每一樣東西 跟自己 曾經 是火紅有關 對自己全面 否定 甚至乎 對曾經發生的事全面 否定 這一種心態 你也可以用鐘擺來形容 但是 如果這一種心態操控了你 對人生和價值觀 的取向的話 你 就是永遠 好像浮平一樣 永遠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立足的 我們很無奈地 見證過很多次的 雨傘運動失敗之後 有很多人變成藍絲 2019年時代革命失敗 亦有很多人 是轉頭敵陣的 索性 變成藍絲 四周圍舉報別人 所以特別是留在香港的朋友 又或者 雖然我也 知道是會的了 很多人移了文 都一定會回香港的 回香港是探親 你如果真的會回香港的話 你也應該要小心 當然 當然 最佳的建議 當然叫你最好不要回香港 但是這個世界總是這樣 未出事之前 個個都認為沒事的 沒有問題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新東方 新東方的董事長此番言論 激起 是千從浪的 因為 他講了 中國大陸的商家 喊破喉嚨也不敢說的話 其實就是一句 叫你不要再干預自由市場 這種這麼簡單 自由的言論 在商場上 在做生意 這件事這麼簡單的言論 今天竟然都可以 成為得罪 聖上的言論 所以你說 中國大陸 當今 還有甚麼希望呢 而習近平 到今天仍然是沒有收手的 即是說 他對 各行各業的操控 以及控制 是少少都沒有改變 所以 夏寶龍這次下來了香港 擺出來的姿態 好像 要大搞親民鬧 但是 共產黨的本質 是並沒有改變的 如果 香港的商家和藍絲 仍然認為 是現在 跳過了李家超 可以打完小報告 就當這件事 會解決 香港可以繼續發展 大搞自由經濟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後悔 現在就知道了 香港已經徹底失去了 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失去了之後 就是做生意 也會失去自由 我要你投地 你就要投地 不到你 觀察環境 這個 就是往後 絕對有機會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也儘管是前瞻 因為 商家 其實 雖然我們跟大家說 香港好像很聰明 但是商家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們不是去到 破滅 的一刻 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犯錯 特別是香港的商家 香港的商家 你可以說是被種壞了 因為香港的經濟 幾乎幾十年來 沒有試過出現 很大的震盪 每一次 有大震盪 很快就回復 但是這次 今時不同往日 我們今節也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rk 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的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 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 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 VPN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人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 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 VPN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URFSHARK 都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URFSHARK 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是在哪裏 第四優點 SURFSHARK 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URFSHARK 都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URFSHARK VPN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就看他吧 請按吧 clai 旁邊 有些地方 我沒有擔心